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人眼中只有目标 没有一时退束 只有预愿 这时蝙蝠俠对自己说 该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了 蝙蝠俠一拳打了超人 在战甲的每个关节上都安装到微星红色太阳 从死掉的太阳系里收集而来的 蝙蝠俠不停手连打超人 把他打陷入地底去 超人非离开地底 那么不如是打架起来谁会赢人 蝙蝠俠还是超人 超人发射出他的热视线攻击蝙蝠俠 不过蝙蝠俠在这件战甲装备的离子护盾 可以变转热视线 还有了动力纵横超人的冰冷呼吸 所以来吧 克拉克尽全力上吧 超人知道他的攻击对蝙蝠俠无效果 他立刻射击他身后的建筑 让他倒塌压制蝙蝠俠 这时蝙蝠俠意识到自己太笨了 这件战甲是为和超人战斗而设计的 但是超人是有底线的 如果他想杀了你 这个世界可能没有东西能阻止他 他拖着蝙蝠俠飞上上空 他一剑一剑地拔开蝙蝠俠的战甲 普路斯 你在哪里 这时蝙蝠俠吐了口水在超人的眼睛 不过这不是普通的口水 这是一种混有放生系克什灰尘的聚合物 蝙蝠俠把它藏在头盔里面 超人已经全身无力了 他们两个一起垂下至海里 圣地联盟成年全部都在治疗之中 需要花大概五天时间来治疗 阿弗担心圣地联盟消失一个星期 一旦发生了什么事情 世界会混乱之中 普路斯告诉他必须要捉住他 所以他要求阿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这一次的第一波攻击让普路斯明白了 那就是朋友变成的敌人 蝙蝠俠来到了倒塌后的阿根汉姆精神病院 他痛恨这个地方 这时波德先生也在这里面 蝙蝠俠叫他快点离开这里 突然蝙蝠俠被关在里面了 你在做事 你被他们控制了吗 他告诉蝙蝠俠 竟然没有认出我啊 我承认保持这张脸有点困难 今天只是化妆而已 所以我保持了一点距离 这时蝙蝠俠认得出他了 你想我了吗 他放了毒气给了蝙蝠俠 毒气起作用了吗 这次是特别板的 我回来看你最后一次的 一切正在开始 一切动弹不得 恐怕你将眼睁睁看着他发生 完全温为力 这次不再玩游戏了 也不开玩笑了 我是来关门大截的 我以为我们在一起很快乐 但不是 你让我觉得很讨厌了 我猜我是因为太了解你了 是时候做个了断的老朋友 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 等你出来了 歌坦市所有人都会嘲笑你 小丑是时候和蝙蝠俠做个了断的 这一次的行动让蝙蝠俠 陷入了前手未有的困难之中 歌坦市人民将会暴走 如果你想知道 接下来故事就按赞或者留言给我 然后订阅我 帮助我突破五万大关 你们的存在就是我的动力 感谢你们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